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8.8万套手周销量排在第一 第二是PS4的实况力量棒球2018 热体堂LABO在日本持续热卖 5合1套装上周排在第三 硬件方面还是老样子 NS占据的半壁日本江山 PS4系主机销量约3.5万台排在第二 PS4的港幅开启了5月折扣场 刺客信条系列 使命召唤系列 以及刚更新了DRC的命运2等 都有不错的折扣 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 Steam喜嘉义 另一款僵尸塔房限时免费领取 从评论中看与好友联机 非常欢乐 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 EA官网上线了新战地的预告页面 显示将在5月23日公布情报 此前有传言说 今年的战地将是叛逆连队3 也会更加重视担任战役 缺切消息还有两个星期就知道了 大神无上3开放了中文官网 并放出了本作的165位参战角色 剩下5位神秘角色没有公布 由于本作的最终boss是宙斯 所以也有玩家猜测是雅典娜等希腊纵神 还有玩家开玩笑说可以联动神斗士 除青铜无小强案 昨晚火尔玛的临时宫上架了不少新游戏 有早已公布过的超越上2 全境封锁2等 也有不太可能会在今年出消息的 极限激素地平线5 最终化氧气RE等 还有传言中的细胞分裂星座 孤主GD3等 这份爆料可信度不是很高 大家还是等待官方的消息吧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大家明天见 感谢观看 κ